新赛季因为油门高价引入C罗,也沉寂多年的溢价求是,又变得热闹起来了,各大豪门都在为新赛季阵容不断补强,提升能力。 由于国际米兰在这方面投入居多,新赛季他们先后引进了老塔罗马丁雷斯、纳英格兰、阿萨莫阿等强员,然而主教练斯帕莱蒂,甚至要想超越油门,球队还是需要多几名强员。 大批新人加盟,据米兰体育报周日版的消息,刚刚获得了世界杯亚军克洛蒂亚后防大将福萨里科渴望重返亚平民,已经与波米进行转会的沟通,而他的个人意愿将推动转会加速成型。 福萨里科现年26岁,现在为西甲马静后防主力之一,国米为他送上了600万欧元,租借一年加2500万欧元买断选项的报价,也可以理解为强者买断,因为仅仅为了租借一年,国米不会送上如此高的买断费用。 一而据外媒报道,马静开始出于财政与主力球员替代的考虑,并没同意国米的报价,而这份转会将会由于球员个人意愿迎来转息。 福萨里科此前效力于萨索罗,所以很熟悉一家,在今夏的俄罗斯世界杯中,他的表现很出色,同时也引起国米的注意。 同时拜仁中场大将毕达尔将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,这也是名非常有实力的球员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曾经效力过油文的打,对油文体系也是之根之底的。 能力上来说,比达尔是后防线上的多面手,速度快,弹跳出色,相对而言身体略显单薄,不过出色防守意识弥补了他这个弱点。 此外,比达尔还具备很强的助攻能力,世门技术在中后场球员中,算是相当出色的。 2015年夏天以3700万欧元的身价,从油文图兹加盟拜仁,拜仁新帅科尔奇,而本赛季拜仁新帅科尔奇,似乎对他并不是很重视。 本次参加美国的热身赛,他也没有随对签网,只是因伤在慕尼黑进行调养,德国媒体普遍认为拜仁愿意放走这名智利中场,而国际米兰主帅斯帕莱蒂一直对比达尔感兴趣,而据传国米总监奥西里奥近日出现在了德国,而意大利媒体罗马体育报称,他此行的目的可能就是运作比达尔的转会。